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灵源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好 下面呢我们来完成这个相关的功能啊 首先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逻辑当中 我们去我们的逻辑一面呢 把这些先关一关啊 好 这边可以看到啊我们的逻辑逻辑当中啊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先改成这个false 然后一上来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呢去点击光标的时候来触发这个光标事件啊 那我们就在我们的测试页面当中 我们在这个输入框身上呢 添加一个啊BandFolk啊Folk好 然后这个加好之后我们来个handle啊Folk好 这样一个方法 签好这方法之后呢我们把这方法考一下 放到我们逻辑页面当中的方法体当中啊 然后这时候其实你获取光标就会触发这个事件啊 那其实在这里面第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setData 对吧 我们把这个asFolk改成什么 改成处好看到了吗 非常简单 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试一下 一获取光标看 是不是就显示这个界面了 好 当我们失去光标的时候 其实还是这个界面 这是正确的 对吧 什么时候去返回到这个啊 就是咱们那个呃 刚才那个界面呢 就是点取消的时候啊 所以说点取消的时候 我们加一个方法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取消就在这里 我们加一个BandTab好 然后呢 加上的就是我们的handle cancel啊OK 加好这方法之后呢 那我们在这个逻辑当中把这个方法也写一下啊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直接把这一块靠一下 然后让它为什么false好保存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试一下 好 当我们获取光标显示对吧 然后点击这个取消 哎 又回来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先把这个获取光标和取消功能呢 那我们先做好 把这地方点不了是因为它这里面的输框啊 它最好能够适应整个的那个容器的大小啊 它有默认的一个宽度 这时候我们要先调一下样式啊 这里面有一个小bug 就是让我们的输入框啊 输入框就是这里嘛 我们的啊 测试刚刚test下的input 然后我们让它的这个display等 不是display啊 flex等于1啊 能够适应其他的剩余空间 这时候先到点这呢 就可以了 好 OK 做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啊 那我们这个 呃 在这输入了一些词之后 然后点击回车的时候去进行搜索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我边输入的时候边去搜索 这也行 对吧 好 其实呢 边输入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and input来进行监听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输入完一些内容之后 点击回车的时候 我怎么去监听呢 这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这个输入框啊 它是没办法监听这个键盘的键值的 对吧 既然没办法监听键盘键值 我们怎么能够监听到回车呢 哎 这个就小程序其实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看文档 在文档当中呢 我们找到表单当中的input 然后呢 然后呢我们其实文档里面有很多细节啊 大家要把这个文档好好看一看 在这文档当中呢 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啊 我们的这个事件啊 我们可以看就band input 边输入的时候先听 band focus还有一个这个就是band confirm啊 它是干嘛的 就是点击完成按钮 其实点击完成按钮就是回车说白了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时候只有加上就可以了 加到我们的 加到我们的这个 这个输入框的身上 然后我们去加一下它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handle啊这个我们的confirm啊就写这样 ok然后呢我们来试一试看这个方法什么时候能出发啊 接下来往下写 好 然后拿到event 然后我们去cancel log 其实这个输入的内容就在 event下的这个我们的detail基本上它都是差不多的 value对吧 就是我们输入的内容好 当然这个方法是点回车的手术法的 我们来试一下 ok 现在呢我们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 然后在这输入一个hello 好然后呢你看在我们的控制台当中并没有打印任何的结果 那我们需要呢点击这个回车 哎这时候就打印出来hello这个结果了好 ok做到这呢其实还有个小细节就是说 咱们的这个 呃什么呢就是说在手机端上啊 其实你在这一点的话它就能吊起一个软件盘对吧 在这个手机的软件盘当中呢 其实默认呢 他那个回车上面写着完成两个字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微信的搜索框 对吧 他默认是完成但是微信的搜索框 就是你点击那个输入框 弹出软件盘之后啊 他那个确定按钮啊 他是一个搜索两个字 好这个该怎么样去修改呢 哎其实微信的也给微信小程序啊也给我们这样一个 功能 我咱们来看一下 就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叫 confirm 的泰宝 合法词 大家可以看到你看这里面有一个search 一个选项就是说 右下角按钮为搜索 就会显示搜索 啊所以说我们 这个默认的就是我们完成啊 完成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属性考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去加一下 最好然后去选择这个 设置这个值 OK 这样的话 那个在手机上那个 软件盘就会显示搜索两个字 好 OK 这边改好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逻辑页面 下面的咱们要做的就是 去真正点回车之后把这个词呢 进行一个 历史 管理起来了 这个历史管理呢 我们利用的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里面 自带的这个本地存储啊 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 h15当中的这个 web web这个storage啊 就是本地存储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我们的api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 这个 呃存储 啊 这个存储是基 基础功能里面就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边有 关于本地存储 好吧 这个还是搜一下吧 这个内容太多了 这个 storage 对吧 就本地存储嘛 啊 然后我们可以开看到这边有 有很多 有很多关于storage的方法啊 就在这呢啊 数据 数据 缓存 然后我们其实呢 这边有设置也有这个 获取啊 我们就看一下设置吧 我们就用一步的去设置就行 好在这里面 我们下面有一个 啊 demo 我们就写一下就行 好 我们在哪里去设置呢 就是点灰色之后我们就去设置就行了 好 微信下载set storage 然后k呢就是我们要存的啊 我们就起名叫history 的 data 啊 然后接下来呢 就 比起这个名吧 叫 search的这个 history啊 好 起了这个k之后 这个值呢 其实就是 啊 我们的一个 啊 数组 对吧 你要是 因为这个词 他会有很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最好存成一个数组笔 那把这个地方写成一个数组 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个101 看看能不能存进去啊 好 然后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在这个 调控台当中就有这个storag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现在是一个 没有任何数据的 让我们点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随便写点东西 然后我们点回车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会生成一个 Source history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数组 那里面就有一项了啊 一下 OK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底下这个内容联动在一起呢 对吧 这个很简单 就是 首先我们去定义一个 history的这样一个list 然后是个空数组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先去在 我们的这个 渲染这一块 先把这一块做一下 渲染这一块 好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循环渲染的地方 所以说在这里嘛 我们 去加上微信的for 然后 history list 然后是微信 下的这个key属性 然后是我们的index index OK 然后加好这些之后我们这一块渲染的就是这个数组当中的每一项 最初把它取出来就是at 然后这个就可以不要了 好 那现在这个数组是空的对吧 那所以说一出只是空的 所以说我们会去光标之后 你看这地方是没有任何搜索词的 没有任何搜索词的 好 但是别着急 我们 获取光标的一瞬间你就可以在数据库里面把那些搜索词给他 取出来 好 不是数据库啊这个本地缓存当中啊 去给他取出来 所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我们考一下 然后在 获取光标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去调用这个get get就获取 然后呢我们 看一下这个get的方法怎么用啊 这边有直接点开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用法啊 其实就是 一个k属性对应起来之后呢 有一个色式返回的结果 然后把这个结果呢给他映射到我们的 这个p3 list的当中就可以了 然后等于res的bit OK 好保存 我们接下来再来获取光标 好 这就是 我们会光标 然后 得到这个 里面的 内容啊 当然这个内容 应该这里面已经有一个了 啊 对吧 他应该报错了 他报错了 好 sit 这地方要改成箭头函数啊 对吧 看 这个所以说要多分析啊 出问题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大家要 冷静下来 想清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好 这样这这一个就显出来 因为 本地 缓存当中是有这么一项 对吧 所以说你能看到他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 其实我们就可以拿到了我们的这个 初始的 对吧 history list 那在这个添加的时候 咱们要不断的往里去填 对吧 你不能每次填的都是要 你要填的是谁呢 去填的这一项 对吧 好 但是这一项呢 你又不能够说是 这个替换 应该是往里去不断的填 并且呢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说假如说你第一次搜索 记录当中搜索的是 1111 4个1对吧 然后当你再次搜索 这个 1111的时候啊 其实你这个历史记录里面就不应该有两个 因为 在你搜索重复词的时候 你应该 只显示一个 并且把那个重复那个词呢提升到最前面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隐藏着一个去虫的功能 对吧 我们要想办法进行去虫 那接下来大家看我的做法 好 这个做法呢就是 首先呢 我们要 先找到这个当前这个数组 然后给他克隆一份 所以说我们 Clone的 我们 history的 list 等于 我们的 this. data. 上 我们的 historylist 当然了 我们 给他克隆一份的话 我们用这个 扩展 运算符 那这些都是ES6的指点 我就不去 说的那么详细了 不懂的同学呢 可以去 看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数组当中呢 我们去 把它进行一个 这个添加 unshift 就往头上填就行 往前面填 然后呢 把咱们的这个 这个 搜索的词 给他填进来 填好之后呢 我们怎么样 再把这个 去虫的给他 去掉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我们的set类型 这个也是ES6的 他具备这个去虫功能 然后再给他转成 我们想要的数组 然后去完虫之后呢 再给他转成数组 因为set本身并不是 数组类型 好 这一块呢 大家 有兴趣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 这就是达到了我的需求 就是去虫 然后并且写入数据 好 OK 那现在我们把它清空一下 清空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重新的编译一下 跑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 逻辑 看看好不好用 首先说 首先我先搜索一个 小 然后点灰车 点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个小了 OK 然后我们再来取消 再 获取光标 你看是不是就 显示小了 就每次灰光标就重新盖了一下 然后再写个大 然后再灰车 然后呢 我们再去 获取光标 看是不是就有个大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写一个吧 随便写啊 然后回车 好 获取光标 是不是又来一下了 就是我们搜索记录 在这个数组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就存了这个本地存储当中 就存了这几下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们再次编译的时候啊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 那我们现在点一下 你看这个词是不是就会 在这儿了 对吧 就是你搜索记录嘛 好 那这时候呢 还像我刚才说的 我再搜索一个搜索过的 比如说这个小 然后点击回车 哎 然后呢 我们再次获取光标 你看这个小呢 就会被提升到第一位 啊 并且做了这个去虫的功能 对吧 并没有说 再添加一个小进来 对吧 这样 你就 哎 这个体验就提升上来了啊 好 到此呢 咱们这个词呢 算是历史记录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 这个历史记录呢 其实这边有一个删除的功能 它是可以删除历史记录的 这个咱们先可以把这个 先 实现一下 对吧 这个删除历史记录 咱们在 页面当中 找到这个 删除的这个 按钮啊 删除按钮在哪里呢 啊 我们应该是刚才写到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对吧 好 所以说给这个删除按钮 然后我们加一个 呃 band band type 等于一个 handle delete 好 我们就写着一个 handle history 好 然后呢 把这个方法呢 写到我们的 页面的下面 这时候大家注意啊 那我删除这个 是哪个历史记录 其实就删除 所有的历史记录啊 这边呢他也提供了就是我们的 删除 这个 clear的方法啊 这个remove是删除 某一项的啊 而我们现在 清空所有的 我们直接用 clear方法来测 好 清 空本地 数据缓存 然后我们就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OK 这个地方 它是 删除所有的 你也可以指定啊 remove啊 remove会更好一点 我感觉 本地缓存指定k啊 因为 因为那个 咱们最好 就是指定一下 要不然可能有其他缓存的话 你是不是把其他缓存也给请了 所以说要注意啊 好 在删除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 做件事情 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把history的 list给它清空 OK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把这些地方都要改成一个简单换数 好 然后 在这里面我们的 history list等于空 OK 好 保存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删除功能好不好用 然后 获取光标 哎这地方有我们的历史记录可能一样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好是不是这个地方 本地缓存 被我清掉了对应的这个 然后这个历史记录是不是也被我 更新成空了 更新成空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 对这个 这个 本地缓存 本地缓存的这个 历史记录呢 咱们就把这个功能先做好 然后一会呢 我们来看一下搜索该如何去做